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有两个卡扣分别在前面和后面有两个卡扣 如果您的座椅朝前它就会卡在这里 然后向后旋转一个180度之后呢 后面一个卡扣卡住 那么座椅就可以往后了 那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它在房车上是怎么表现的呢 我们可以到车上再去看一下 比如啊车上的这样一个二排座椅 因为后面呢它是有一个会客的桌子的 所以啊它就需要一个向后能旋转的功能 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只需要把这个掰手掰上来 然后稍微往边上用力 这个时候啊这个卡扣就已经打开了 您往后一用力呢 椅子就可以实现往后旋转了 在车上不管是驾驶座 副驾驶座 还是二排座椅 三排座椅 只要您想实现啊一个360度旋转的功能呢 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 曾经有车友问过我说 你们的座椅到底是安装在地板上呢 还是安装在车的底盘上的 现在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地面上呢是有两个凹槽 那这个凹槽呢就是拿来安装我们的座椅的轨道的 前面前后啊各有一个孔 透过这个孔呢会有一根很长的螺杆 然后再用一个螺丝把螺杆固定在底盘的横 这样子的座椅安装起来会非常的牢固 我们在第一期的时候啊 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安装在车底 下面的水箱的一些内部结构 在这一期啊 当然作为一个结尾的一期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关于咱们这个整车的电路电器的一个控制面板 这个面板上面呢 我们除了可以看到很多你需要了解的一些信息之外 最主要的一点我给大家介绍的是 它非常便捷的一个检查方式 你按下这个按钮就可以打开面板 然后里面就是我们的电路啊 一些一些保险丝在里面 那可以在这种情况下 咱们可以拔下保险丝 如果您的电器出现问题的话呢 你可以自己去检查有没有保险丝烧断 这样子的一些故障 那如果您的某个保险丝因为用电不但而造成这个保险丝烧断情况的话 一定要按照这个上面标注的电流数来更换相应的保险丝 在这连续三期的关于一辆EV科的房车诞生剂里面啊 咱们将一些在上装上面啊 平时很不容易被关注到一些配件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 那么当这辆EV科它上装完成之后呀 我们还会有这种整车的介绍视频啊 让大家对它再做一个全面细致的了解 好了咱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到此为止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